香港第四司机强制检测计划于12月9日正式开始,为期两周至22日结束。 全港4万多名第四司机将分批前往13个专属检测中心进行核酸检测。 9日一早,记者便来到了位于上环的检测点, 现场拉起红色警戒线,筑起45个蓝色帐篷,供检测人员进行取样, 地上一贴上了间隔标志,每位司机距离大概1.5米。 记者到现场时,第四司机已排起长龙,检测人员全副武装,分工明确。 据了解,司机们可提早一至两天进行预约,到场后经简单核对资料便可进行检测。 整个检测过程大约5分钟,不少司机点赞呈方便快捷。 非常好,非常好,没得撑。 很简单,很方便,很快捷,一点都不辛苦。 只摸两下鼻搁,摸一下口就搞定了,很快,几秒钟了。 第三次做,我都保障自己,当然是第一时间,早点安心。 很快,没什么感觉。 OK,OK,很方便,不是只是我的的士机,很多都可以这样做,都很方便, 又不会很麻烦,就是几分钟搞定了,大家都好一点。 按照D-14机强制检测计划要求, 全港司机都应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核酸检测, 如未有遵从,极数犯罪,可出5000元定额罚款, 并会收到强制检测令,要求该人士于指名期间内接受检测, 不遵从强制检测令,技术犯罪, 一经定罪,可除25000元罚款,即监禁6个月。 在场都为D-14机军表示,强制检测合理, 希望能尽快找出隐性患者。 当然是赞成,我赞成全民的, 找出隐性病患者,不要害社会。 OK的,测试了大家好, 起码除了客人之外, 我回到家,如果令到老人家这样走, 一生都不安乐,都应该要做的, 强测应该的。 强最好的,起码乘客就安心, 自己也安心, 这段这么多的业证。 稳定,自己也稳定, 乘客也稳定,家里人也稳定, 全世界也稳定, 乘客见到这张东西都安心点, 再来这么多,每天百几百几百几, 担心的。 当然好,最好全世界都做, 全香港人都做, 我不想再戴口罩, 我想有生意。 香港第四司机从业园总会秘书长黄大海 告诉记者, 香港目前有四万来名低市司机, 背后有四万个家庭, 每位司机一根平均载客量为十人左右, 也就是说, 全港低市司机一天大概要接触四十万市民, 若有低市司机感染, 后果不堪设想。 事实上是很高危的, 因为为什么呢? 的士司机在香港是一个很关键的, 一个点对点交通工具来的, 所以很多人是有这个需要的, 在一线上面, 我们就好像医务人员, 医务人员, 包括警察, 我们其实都是一线为市民服务的。 最初的时候, 疫情我记得那时候, 就以生意份当时, 很多的士司机都不敢回家, 因为怕就将个困难机带回去回家。 黄大海称, 这并不是第四司机群组第一次进行全员核酸检测, 类似的检测有三四轮, 有的是政府组织的, 有的是第四司机从业员总会组织的, 也有的人是自愿前往检测中心进行检测。 但单单一个行业的强制检测, 并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希望各行业都能行动起来, 有更多的人自愿加入核酸检测的队伍中。 我们觉得政府都做了很多事, 是有做事的, 但是更关心的话, 只是靠的士司机, 的士行业就远远都不够的, 所以我们希望就有的士司机, 我们行出第一步, 所有的行业, 所有的市民一起退下政府, 大家一起来抗疫, 我相信大家所有的市民一起撑民抗疫, 这个疫情是很快会过的。 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